本分局轄内4月份陆续有民众反应 表示有店家、车内财务及市场多家摊商财务召窃 严重影响市场摊贩生计 本分局获报后 及组成专业小组积极侦办 经调阅数百只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 以车追人、发现理性女子等三人涉嫌重大 随即整卷报请台东地方检察署林静隆检察官指挥侦办 并于5月1日持居票及搜索票、期货、理性等三名犯嫌 共查扣三只手机、一台平板、手提包及黄金饰品盒等张证物一批 一举破获九件窃盗案 全案一加重窃盗已请地检署侦办 其中理性及阳性犯嫌积压获准将持续扩大侦办 本次案件经院检警共同努力 已将理性阳性犯嫌积压避免再犯 有效保护民众财产安全 本分局将持续秉持预案严查 深究研办 积极态度来维护社会安定秩序 我会认为禁了某牌 我认为禁住在某牌 我认为禁住在某牌 我认为禁住 请是给悦云洪财 故障 感谢观看